这场选举的最后的垃圾时间 是在决定区域立委的校长吗 还是有什么样的其他的议题 包括了所谓的难民法 反反渗透法 或者是其他的个别的表现 对 我觉得最后 当然这个关键是有三个问题 一个是蓝绿归队 现在已经差不多了 不 现在所有的民调是 绿营支持蔡英文的90% 但是蓝营支持韩国瑜的 只有70%左右 被盖牌了 所以还有20%的蓝营 还没有真正归队支持韩国瑜 这是一个问题 最后会韩雷投票吗 我觉得现在他们还在挣扎 内心挣扎 这里面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所谓台商回流投票的情况 因为大家如果记得2016年的时候 那一次国民党选得这么差 很大一个情况是有好多人 或者包括台商 包括传统的蓝营的支持者 没有去投票 这个情况这一次 大家还是有很多蓝营的人 实际上对于韩国瑜是投不下去的 所以他们也可能不去投票 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 当然就是年轻人的投票率 因为2016年那一次年轻人的投票率 大概只有60%不到 55多那这一次的话 年轻人虽然在网络上 有一编导的百分之 甚至有80多90支持蔡英文的状况 但是这种状况 是不是能转换为投票率 真的去投票反映出来的话 我觉得这个也还是一个关键问题 就是说最后蔡英文 跟韩国瑜的票的差距 能够拉到多大 是不是能够确保 韩国瑜不过三分之一 能够拿不到这30块钱的补助 我觉得年轻人是不是 高投票率是很大的关键